大家好,我是小琴,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瑞典税务局去年简化了条件 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尽早退税 而且这个数字还翻了一倍多,达到了200万 最早可以在4月拿到钱 但是呢,这需要提前申请,截止到3月底结束申请 如果大家不申请,还是会在6月中旬左右拿到退税 Technique,它是一家专卖消费类电子小配件的商店 近日宣布破产 他们聘请了一个很优秀的破产律师 名字叫肯特·海格隆德 他的外号叫超级修复者 那他也曾经为萨博的破产工作过 这次Technique在他的指导下进行重组 这个律师比较有名气 所以大家可以记下他的名字 或者收藏我的节目,以备不时之需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这个店的礼品卡 就趁他们还没有完全关店前去用掉吧 如果不幸门店已经关门,那也就没有办法了 在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一条街上 汽油和柴油车都已经不能再行驶了 国会议员还希望哥德堡和马尔默的管理人员 也考虑一下环境 但目前哥德堡的回应说是 嗯,我们下周再说吧 仅仅是本周一 在瑞典的南部这一个地区 冒充警察、地产经纪人等 进行家庭欺诈企图的案件就有20起 大多是针对老年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不良网站 可以提供你的年龄啊 收入啊 是已婚还是单身 住别墅还是住公寓 说的好听点 瑞典人对他们的同胞给的信任比较多 对同胞的信心也比较多 这是报纸说的 那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瑞典人的安全意识比较差 喜欢在网上各种秀 那当然这是我说的 相比之下瑞典的邻居 德国和法国 他们就会谨慎很多 而且越往波罗的海南边 这些国家就越注意隐私 越小心 哥德堡的酒店CEO说 到2035年 哥德堡的人口将增长13万 而且他将投资 1万亿瑞典克朗的建筑项目 涉及11家新酒店 而且哥德堡的旅游业会翻一翻 那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说明房产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单凭这一个指标 房价还是要涨的 因为作为一个城市 人口的净流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而旅游业又是一个你可以考虑做短租的指标 最后 有一家报纸GP想提醒大家的是 对于餐厅取名字真的要小心点呢 一家做寿司和炒菜的小餐厅 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意济寿司和炒菜 意济呢 他其实是日本特有的女性表演艺术工作者 其实他是个演员 而且在现代 日本意济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 他是形成了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 他的工作内容呢 除了为客人服务餐饮之外 主要是在宴席上以舞蹈演唱和演奏的方式助行 但是可能欧洲人对于文化类的东西理解不深刻 他们会有一些别的联想 造成误解 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 所以如果大家要开店的话 在取名字上一定不要踩雷啊 我是小秦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瑞典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小事情 明星离婚和我没有关系 油价要涨 那才是头等大事 请大家点击订阅小铃铛 一有重要的新闻 我就能通知你了 也希望大家点赞留言 谢谢 另外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呢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